住家附近的影翅蟲的這個問題 市政府是怎麼對待的 其實影翅蟲的東西 我從上年開始就有這個問題 因為一直打 其實我反應到1999的部分 他說區公所會回應給我 公所的部分都打電話給我說 這個是農業局的問題 農業局的部分 他說他們只管農田 他不管這應該是屬於環保局的部分 那環保局之後 從農業局打給我之後的話 就沒有任何的下吻 那我事後的話 我還有再打一通電話 給1999那邊做反應 那也是一樣 這次打 最後一次打的話 就沒有任何的動作出來 所以我就覺得說 我不管他 如果今天他可以用拆刊盤的速度 來回應我們這些市民的聲音的話 我相信他會讓我們得到市民 一個比較有一個贊同的問題 你說他如果是拆刊盤的速度效率 那麼樣的快 然後同樣解決市民的速度 也可以這麼快的話 你就不會對他有這麼多的 比較負面的感覺 但是我給你請教 因為我們看到 時代力量說幫韓國瑜打分數 如果是你個人來打分數 你給他的市政滿余度 你是要打幾分 我真的是 我要說 那如果要叫我打分數 可能這樣不及格 因為你今天不管怎麼樣的話 對不對 你說他針對說我們 以現在我的問題點來講的話 我們是針對隱私蟲的部分 那今天你說區公所的部分 有做噴藥 那我認同 認同噴藥 那你噴了藥的話 就是針對登國禄的部分的疫情 來做噴藥 那隱私蟲的部分 你可能要針對它 去調配不一樣的藥種的部分 來針對它 那隱私蟲 我從以前到現在都完全不了解它的東西 那到現在已經被咬到怕了 咬到完全的了解了 那我們市民反應給你的 你一五月而已五六百隻 五六百隻喔 五六百隻啊 因為去年的部分的話 其實我這年代三年來的時候 我第一年的話是沒有了 那第二年的話 我整年都從四月份到十月份的時候 對不對 我總共抓了七十幾隻啊 那今年的話 我從五月初到今天 我來上你們這個節目之後 今天的話對不對 我總共收集將有六百隻 鄭大哥你是不是有帶來的 有啊 對啊 這樣 我們要來看一下 因為我本來是有在這個 臉書上看到你有PO一個666 但是你是有 你自從把它製作出來的 對對對 因為因為因為這個東西 我就是說 哪有可能呢 一晚上幾個前面都一晚上 二十幾隻而已 來鄭大哥你是不是在把你 現在帶來的這個東西 我們看一下 你把它集合在這一個小罐子裡面 對對對 就是在這個小罐子裡面 這個全部是密密麻麻的影子蟲 影子蟲很小就像跟螞蟻一樣 它的它的名稱又稱為青螞蟻啦 它本身就是很小的東西 但是我有辦法把它收集到一個罐子裡面那麼多 來 可以看到 這個都是整個密密麻麻的蟲 這不是會造成皮膚感的 喔 那個整個是會整個會潰爛 你不能別的皮膚在腦袋上 不能打上去 對 但打上去 一些毒液 它會腐蝕 皮膚潰爛 你像我去年的話 我不知道的情形之下的話 對不對 我因為可能是在我的椅子上面跑 我沒想到坐著 是要下去的時候 對不對 那整個大腿就是那個 整個就是一個 那個發炎跟潰爛的部分 所以說 它這疾病都要 治療期大概要二到三週 因為我們也是不知道的時候 是看醫生 醫生告訴我這是隱次重加的 所以說 我才說 如果今年的話 有防範的情形之下的話 我就一晚這樣 撩得這麼多一隻 我最大的記錄是在那裡 剛才我們那天大雨結束的禮拜六 那天晚上 我一晚這樣我就撩一百零五隻 這樣這五月 本來我總共撩六百幾隻的部分 如果說今天晚上是你們家的 你會有什麼感想 不對 你今天說經營的 你跟我說 叫市民說 整個塔門 三窗全部都不要開燈 都關掉 這種天氣撞掉 你叫我開冷氣 所以他的解決方案 除了說有環保局跟農業局 一個人說 這不是我灌的 那不是我灌的 這樣子之外 他就叫你乾脆窗子都不要打開 對啊 他就跟我說 你開燈就夠 把門村關掉了 我說關掉了 不對 但是這製造成我情緒很大 很方便 天氣熱 你叫我開冷氣 那電視員 那些人要負擔 鄧大哥 我幫你補強請教一個問題 因為現在看到是 有藍營的幕僚縣策 他們認為說 如果韓國瑜講了這個話之後 可能罷免的力道會比較弱 會削弱罷免的正當性 是說 我韓國瑜呢 我只做一任 拜託你 給我一個機會 做好做滿 你會給他機會嗎 其實 其實他第一次補分點 對不對 他如果說有心的 有的 對不對 他好好去經營 不然他2018的時候 他搬一個好球 搬一個好牌 結果搬到月的時候 變一個草牌去 你要叫他相信他 對不對 你怎麼說的 不然哪有可能相信 所以你不會再給他一次機會了 對啊 因為 經過一句話 因為高雄人怕 他沒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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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 永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